我的妈 太顺利了 这我都没想到 不敢想了 这是 这是吗 我们才出来 去吃个饭吧 你想吃什么吧 我想吃菜吗 还是说菜米饭的 还是想说吃面呢 还是想吃锅盔 对面有个川菜馆 对面还蛮多好吃的 要去那边吃吗 还是要昨天的吃 昨天那边吃 走着 我觉得住在居民区的好处 就是你到处都有 因为居民生活区嘛 就有一些在地人 会吃的一些店 而不是一些什么网红店呢 或者是一些 专门给游客吃的 你知道吗 等下去问那锅盔 有没有不辣的 我女儿说 锅盔有没有不辣的 不辣的可能就没有 那么响了吧 没关系 我只是大的吃不了 然后我今天要去办 一件大事情 大事情 这是粉丝朋友跟我讲的 说他是在西安办理的 问我说 我不是想说 哎呀 那我回沈阳办 你看沈阳没有 正好说成都有 想说那我们来这边玩呢 就先去看看能不能办理 先神秘一下 等一下吃完饭 带大家一起去 我们来这一间 看看点个什么的 凉粉的 我也来个凉粉好了 宝贝你还有牛肉吗 哎还有半耳朵的锅盔 你不是爱吃半耳朵 不要 不要 请问一下可以要不辣的吗 可以啊 先半的 不要辣椒不辣 哦好 那我要一个牛肉的 不辣的 一个不辣 然后一个凉粉的 要辣椒 要这个就要了 什么那个三丝是什么呀 海带丝 然后呢 窝筍 哦窝筍丝 哦好 好吃 昨天我们就吃了 昨天买过 对 昨天买牛肉的 我女儿觉得辣 我还说要微辣 这种锅盔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现在里面的锅盔 对不对 这个锅盔就是叫 蓝葱锅盔 它是烤出来的 那现在里面的那种呢 有一种叫 军囤锅盔 对军囤 煮油炸的 对对对 那个也好吃 嗯 它是两种 都一样的 要明天 明天考试后就饭 小学毕业吗 对 哦也才考啊 你家小孩小学毕业 没有 我的老大 都是上年就生的 哦 老二 上年就生了 这么大了 那你年轻哦 不年轻了 年轻年轻 不辣有好吃吗 你的肉都要丢了 宝贝 要掉地上了 慢慢吃啊 你要个小碗不 好 你等我一下啊 这鸡杂面 我刚才看别人点的排骨面好像也不错 下次再点排骨面啊 会辣吗 我给你拿出来晾着 好不好 应该是不会辣 这是三两的 我估计我俩吃不完这么多 这成都也是靠右侧站了 是不是 那你俩站去那儿的呢 我怕你再站坏 就是怕在那边站坏 大宝你看 你看这个 以后我们要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 如果还住在这个红琴桥这边的话 我们就买飞机票到双流机场 对吧 你看一个地铁就过来了 对啊 我们上回 我们对啊 我上次买那个天府的 这就麻烦一点 双流机场 跟天府机场谁远 天府远呗 就有一件事 我们以为说 我女儿不会骑这个自行车 就是共享自行车 我说 因为沈阳有共享电动车 你们知道吗 我想说 一个共享电动车 我载我女儿就好了 你说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 一公里 计程车吗 不值得 然后走路吗 有点远 然后我说现在一公里 你说啊 有电动车就好了 这个座我才看到 这个座不烫 我以为说 这是坏了补的呢 宝贝不要摸 不会烫 那反光的应该是颜色的 太少了 你这么多才有一个 两 两啊 你看到两个 成都那个地铁什么的 算方便 很多地铁线路 但真的 这点真的就不如沈阳 沈阳的话就有这个 你叫什么 就是共享电动车 你知道吗 挺方便的 就这种 你说一公里 走太远 叫计程车的话 太近这种的话 其实叫个那个什么 坐个那个 就是电动车 正好 激动人心的时刻 就要到了 哎呀 我就感觉说 马上就要到了 哎呀 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 咱试试看 但我可激动了 没看到 哎呀 我天 到了 我太激动了 没有多远啊 没有多远 给大家看 这里 这个是粉丝朋友跟我分享的哈 这个是台有台资背景的这样的银行 我应该这样说没错哈 然后就是网上优人分享说到这边来台湾人比较容易办得到卡 啊 试试看哈 这是 是这样吗 嗯 那我一进来都猛了 看这 我以为我是进到什么咖啡厅啊 书局啊 图书馆呢 我不是看的是招牌啊 真没看出来 我的妈 太顺利了 这我都没想到 不敢想啊 所以这银行刚才我一进来都猛了 我以为是书店呢 给大家看 装修的也太有风格了吧 有三份资料 好嘞 就是填写一下哈 这是一张告知书 需要这里 本人以知晓这句话的虚线下面 把这句话就照写 后面签名字 这里写电话号码 这是一个知识的账户协议 右下角签字 这是这个授权书 授权人签名 好嘞 这是画上的都存进去 免得背着麻烦 麻烦也太快了 我手都抖了 哎呦我听到朋友们 我真的啊 我真的没想到能这么顺利就办好了 太快了 而且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心理落差 就是因为我去年回沈阳的时候 不是去农业银行去变更我之前的这个用身份证 就大陆身份证开办的这个卡 想变更我台报证的信息变更不了 各种难度 什么让我证明之前拿身份证的阿丹 跟现在拿台报证的阿丹是同一个人 什么有没有证明说这两个证件之间的关系 就没有啊 因为是得放弃大陆的身份证 然后才能回台湾再办这个台报证 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都没有重叠的时间 所以说完全都没有办法证明 我就是他们跟我说说 哪怕你在一起拍个照片呢 我说妈呀 我说那也没有啊 放弃了大陆的身份证 回到台湾才能办这个台报证 我说咋他俩能在一起啊 咋也在不了一起 所以说就是去年的话 我就是真的办不下来 我没有办法证明说 这个台报证的阿丹 跟大陆身份证的阿丹同一个人 所以说我就变更 我之前农业银行卡的 那个信息的话 是完全变更不了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去 我临回来之前 去工商银行 好像是工商银行 就是想说去办看看 就是重新办一张卡 因为那个银行的话 我是从来没办过卡的 所以说也没有我之前的 这个拿大陆身份证的记录 就是有粉丝朋友给我出主意 说你再重新办一个 所以说我就跑去重新办了一个 也算顺顺利利的给我办下来了 因为他们是赶着下班 大概用了半个多小时 签了很多很多东西 什么这个证明 那个证明 这个那个的 签了很多 最后我都回台湾了 然后呢 这个卡都没有核实下来 就是一直处于核实阶段 因为那个 我加了他们的一个微信 就是问他们工作人员的话 一直我那卡都没有办下来 所以工商银行的 一开始我还多开心呢 终于办到卡了 卡片也当时给我了 可是没成功啊 就是没办下来 我没有核实成功下来 然后这次的话 为什么我能去成都办这个卡 是因为我另外一个粉丝朋友 他家里是武汉的吧 哎 我记得是武汉的还是西安的 武汉的吧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前两天回大陆去了 他在这个武汉的富邦华仪啊 就是这个银行 他说他办了一个这个卡 他说这个用他台胞证办的 很顺利 而且很快 他说让我回沈阳看看有没有 哎呦 我就赶快一听这好消息啊 我就赶快查沈阳有没有 但真的还没有那么幸运 就沈阳真的没有 东北都没有 就东北三省哈 黑及辽哈 就辽及黑 咱们这三个省都没有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哎呀 幸好成都有 这不是因为我女儿暑假 想上成都去吃波波鸡吗 所以说我们会先到成都一趟 然后就去了成都 那就赶快把这事咱们就办了 超级顺利 而且那个银行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银行 我女儿还在说 她没有读书去 真的我女儿坐在旁边 就看书来着 我一开始也以为我记错了 我想说妈呀 这是图书馆吗 这咖啡厅吗 我说哎呦天哪 真的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银行 这个银行的话呢 是有台资背景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 去拿台胞证去办的话 手续很简便 没有签很多东西 而且很快很方便 然后呢 我也就是当时存了钱 因为老朋友的话 就看我影片的之前呢 知道说我出来的时候 我老公给我换了5000块钱人民币 所以说我就把那5000块钱存 存进去了 当时就存进去了 然后呢 我刚才也试了一下 绑定哈 就是绑定我的微信 看可不可以 因为我微信的话 就是一直提示说 我之前那个卡 什么信息 什么过期 怎么怎么样的哈 然后我想说我重新绑定一下 试试看 然后呢 就把我之前那个卡 先结绑定 然后呢 又重新绑定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 这个一顿操作哈 已经把我这个富邦 华裔银行的卡 已经绑定到我的微信了 成功绑定了哈 你看 9806 就是我现在这个卡了 超开心的 然后刚才我就少提了一点点钱 转到微信里面去 我想说看看能不能成功 我就转了300块钱过去 哎 还真成功了 就是落实了这件事哈 就彻底就办成功了 然后这个卡的话 虽然说谁要没有 然后我问他 我说那我正想往里边存钱的话 我说咋存呢 他说我记得印象当中哈 哎妈太高兴 有点冲魂头脑了 我记得他印象当中 他跟我说是可以 就是用别的那个银行 然后转账 每个月有两次 这个免手续费 这样一个转账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我就听 我就记得当时 我说哎呦太好了 能转账就挺好的 就是我能再往这个卡里边 这个储值嘛 肯定5000块钱 可能用不了多久 就可能就花完了 所以说他跟我说这消息 我挺开心的 总而言之就是 我从去年折腾了一个暑假 跑了很多次银行 办不下来这样的一个卡 今天在成都这个 这个富邦华仪啊 银行终于就办成功了 我超开心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就终于我有了一个 因为大陆啥玩都要实名制 我终于有了一个 就是实名制我的卡片 跟这个支付宝啊 微信都能统一的 我就赶快把我之前 那个都结绑 然后换过来 不会说因为什么 不是我的卡呀 或者怎么样 就在我在这个大陆的期间的话 赶快办好了 要不然的话 你说动不动就让我说什么 回来要处理的话 怎么办 是不是 我也不能因为 特地因为一个卡片 回来一趟 我女儿毕竟上学什么的 就是哎呀 我老公又又上轮班 没有办法帮我 雇小孩什么的 所以说就是终于办好了 我就超开心的 这件事终于算是 算是这个顺利的结束了 哎呦 我办好卡了 超开心的 好了 那就到这儿了 喜欢阿旦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有好吃的跟好消息 再跟大家分享 好 拜拜